勒布朗·詹姆斯他做那波克干货满满的 挺干 因为啥呢 詹姆斯他毕竟是身处前线 而且他是一个篮球日常超高的 挺干的 而且勒布朗·詹姆斯没有就一些 民众讨论度特别热的一些流量口水性话题 去进行大谈特达 讲的基本都是自己职业称 尤其是一些经典暗议的切身感受和体会 所以是挺干的 但至于说勒布朗·詹姆斯讲那些干货 难不难理解呢 非常不难理解 这都属于是简单的逻辑 詹姆斯一说 你一听你就知道 到底他要表达什么 篮球在詹姆斯的眼中应该是怎样运转 你只要说自立正常 或者说你 起码是靠自己 没有任何抄袭情况之下 你能考一个专科 我认为 你理解篮球运动 应该就到差不差 就如果说你篮球是自立实在太低 你的自立实在太低下 那你理解不了詹姆斯的表达 所以詹姆斯呢 他这个波克 已经在业内一致 就是收获那种非常高的好评了 但詹姆斯讲的内容 有没有那么难懂呢 他是在跟你讲什么高等数学吗 根本不是 就詹姆斯谈到的东西 你只要说长期看球 而且你自流不低 你稍加分析就知道 詹姆斯谈的很多问题 他这个逻辑也都相当简单 因为篮球比赛归根结底 就是球传来传去 几个人跟他挡来挡去 其实篮球比赛就是这么运作的 突破 传切 分球 掩护撤 就这些东西基本那种 也就是不断的排列组合 詹姆斯呢 说这个勇士队 他那种传切打法 德拉姆德格林 那个四打三 处理能力的高潮 这非常简单嘛 因为你多打少嘛 那对方防守病例有限 你堵到这块了 那么另一块呢 可能说你就会出现漏洞 德拉姆德格林 就会及时找到 发现你防守在出现的问题 尽而予以打击 很简单 所以詹姆斯 他这波课挺有价值 意义是 他没有谈太多那种口水性话题 就讲了自己的看法 业内外的一致好评 同时也让我们在一定程度 对篮球这样运动啊 去魅了 就这东西 詹姆斯讲的已经是 在这个行业里来说 已经很专业的内容了 但是呢 仍然很简单 并不复杂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